那我今天就讲 TLT 了 那 TLT 是不是即将 End Game 呢? 杀母指标厉害的地方就是 它由 1970 年去到上次 Covid 那时 经济数据做 bad test 结果是 100% 准确的 主观分析来啦 大家可以在这里 quit 的 不知道大家觉不觉得 美国的经济就好像抱着一条房屋似的 被激流冲走 刚刚才爬上岸 以为撿回身材 谁知道失业这只大老虎终于杀到啦 被它撲起来的话 肯定挖到毛了 哈喽 欢迎大家来到 C 最激 美国在高息高通胀环境 熬了超过一年 很多美国家庭的荷包 开始出现干堂的啦 不单止美国 很多英国和加拿大我的朋友 亲身的经历 他们基本上都是吊着一条命 走着降线的过每一个月而已 给大家一些数据 美国的储蓄比率 在近一年里面 其实直线插进去的 看回最新六夺的数据 美国人现在平均每个月 只是存到可支配收入的3.4%而已 那是什么概念? 多少钱呢? 以他们每个月平均41,000元港币的月薪来说 在加息和高通胀双重夹击底下 搞到美国人每个月连1,500元港币都存不了 那即是说某个月突然洗大了 又或者做业主的某一个星期找不到租客的话 那个月全部人马上是付储蓄的了 这个数字几乎解释到我们的朋友所说 踩降线过每一个月的这个比喻 那现在其实美国人最希望什么呢? 就是肯定是联储局快点减息了 但是今天想和大家讨论的问题 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联储局主席鲍耶 一定是迟到的了 终于问题杀到了 因为未等到减息 他们已经面对着更大的麻烦 就是没有公开 当然我都没说衰退这两个字 下面又有人会留言的了 喂,现在股市还在创历史高位 刚刚这个星期升到八把声 那些公司又赚了钱 我现在弄爆死人头了 美国又怎样会转入衰退呢? 你敢说? 那首先我要讲讲先 那标普500能够不断上升的话 其实不用整个美国 个个人每个公司都赚钱的 只要最大市值的7家公司 不断地赚钱就可以了 而且股价和股值可以完全分开的 在这段时间就是炒经济转差 咦,可能美国政府会帮忙救一救市 这种幻觉因而去上升 但是公司业绩未必跟得上 而且炒旧市 那就是美国经济不行才会炒旧市 好像鲍威尔说 经济都是微微向下跌 以及失业率微微向上升 如果你说美国失业人数多了几百万人 是没有相关的话 那也没问题 今集会跟大家讲三个结论的 首先,为什么最近市场出了业绩数据之后 突然间又会觉得美国经济衰退呢? 第二,过往一旦市场数据确认了衰退之后 各大资产,例如股市、黄金 甚至很多人想知道的TOT又会出现什么现象呢? 最重要一个总结 就是今次的市况 我认为将会比历史更加严峻的原因 今集一次过跟大家分析了 由客观到最后 如果大家给面子的 听我主观的分析 如果大家想知道我对未来经济 和中长期投资看法的话 那就要看到最后了 喜欢今集内容的 记得给个赞 还有分享出去给你身边的朋友 今天首先我会跟大家讲 刹毛规则这一样东西 他说到当他着争的时候 美国的失业大军将会百分之一百急升 所以是百分之一百 一定步入衰退 这样去做回推算的话 美国的失业人口可能达到二千万人 他是不是这么厉害呢? 市场气氛在一个月前还是非常乐观的 投资者都普遍唱好未来股市的走势 但是突然之间 两个星期前出现一个大转变 股市近年几天都有几个猎口的急跌 同时间几间的大行突然间转体 说美国经济衰退的机率立即增加 虽然现在股市算是上回来的 但是那两个星期的落实真是很有红市感 而且在将来每逢公布什么经济数据 例如失业如此 由于大升大跌的话 其实市场都会很难玩的 市场终于明白到 炒减息是真是用来救市 不是无端的你身臟力健 四肢健全送一粒糖给雪糕吃的 一下子全球投资气氛 180度的U-turn 主要原因就是 美国经济又有一个衰退指标响起 响起警号的就是撒母规则了 这个指标其实是由美国联储局的经济学家撒母 在2008年提出的 他发现美国失业率三个月的移动平均值 比他过去12个月里面的最低点高0.5%以上的话 那就代表美国经济已经进入衰退的了 如果你想知道少少数学的运作 我现在很快地解释一点 以最近三个月美国的平均失业率分别是4% 4.1%和4.3% 平均值就是4.13% 过去12个月美国失业率的最低点 就是最英俊的位置就是3.5% 4.13%减3.5%平均值就是0.6% 刚好第一次超出撒母规则的0.5%标准 代表美国的失业率即将不会上升 是急升 也都代表美国经济将会步入衰退的了 记住我提一提是将会 不是确认步入衰退 这个指标之所以一下子令到市场那么害怕 是因为这个指标也都跟一般市场看的指标都不同 一般市场会看的指标 例如10年债减2年债的知识率到吧 GDP连续两季倒退 我都会说看知识率是非常准硬的 不过它偷步得很离谱 可以一年可以两年 第二看GDP倒退的话 已经迟了 是用来确认进入了衰退的滞后指标 而且很多指标其他准确度只有六成七成 净少少指标可能去到八成 但是撒母指标的地方就是 它从1970年到上次COVID那时 经济数据做回落试 结果是100%准确的 虽然没有说将来一定百分之百会重复 但是听起来都比较害怕的 没理由对面抵护那些人 射五球三分五球进入了 第六球你都是不抵护他的 这个比喻 可以打 呜 那我们可以怎样去看或者参考撒母指标呢 虽然它不能够提早预测衰退率的 exact的时间 但是过往每一次 就是百分之一百 触发撒母指标 即是0.5% 经济必然已经在衰退的初期了 这里讲衰退定义 我们定义美国NBAO部门 公开的数据去作为参考 当中当然包含GDP了 就是我们经常看到有一条 是灰色的 就叫经济衰退定义了 白色的地方就叫经济膨胀周期 既然定义美国已经进入衰退这件事 这么严重的话 一定是要等确认的 数据确认就必然是滞后 所以提一提大家 现在你看到网站我们还是处于白色的话 以后来数据一公布是可以有追索期 去回这段时间是灰色 都不知道的 而股市是领先经济的 所以上次要预判经济 我们就预判到政策或者联储局 所做的行动要怎样去救市 而今天讲的撒母规则 百伐百众 好像很神奇一样 但是这个规则之所以要触发 过往只是一个原因 就是失业率升得太急 撒母规则只是更加清晰地将以前这么多的结果 用一个百分百众的方法 去尝试解释失业率升得太急这个概念 给大家认识计算到 其实历史也都告诉大家 撒母规则一着警号 失业率还会继续急升 那当然了 说明之前一着的警号就衰退 所以现在美国人不只要面对高息高通胀 还要击起来可能没有公开的问题 看回过去五次撒母规则触发的时候 失业率最差的时候 平均值达到9.96% 那就是意味着 每10个美国人就有1个人失业 以现在美国的劳动人口大概2亿人来计算 那如果是差不多10%的话 就代表总共有2000万人是无事做的了 大家试幻想一下 如果真的发生的话 后果将会忌得人害怕的 而记住 这个失业率急升 很可能是一年内发生 但是全球的投资者也好 金融界的大粒也好 不止得个击智 还不断炮军一个人 当然就是我们说到联储局的主席鲍爷 我也想客观点说 大哥我忍不住了 上次疫情之后 美国的通胀很不容易容易去到2% 连记者也一而再再再而三问鲍爷 现在通胀2%是不是真的要加息 鲍威尔又来那一招 现在数据到而已 就不特别永远到的 我们说的是通胀的median要到2% 意味着通胀可能2点多3%才考虑加息 结果超级通胀就来敲门了 足足迟了一年才加息 还有还没说 像上次加完息之后要炒减息 又是了 被记者问到目的口怀 现在贸易战真的好不行 喂喂喂 格林斯潘都说要减息 你觉得减息了没有 又不减息 最后被他博仲一个疫情杀到来 疫情、俄乌、帮帮大家 矿减减减到0% 又是迟到的 这次来说 就因为这次的失业公布前两天 就刚刚撞正联储局要开这个议释会议 避都避不了 他就说到 下次9月中的议释会议再算 看到时再减不减息 所以很多大行高层 甚至Elon Musk 马上立刻出来发炮 说鲍威尔不减息是错决定 这个当然是 其实我只是想大家明白到 现在减息已经是太迟 以往每次联储局减息都是迟的 但是这次真的很迟很迟 这样不会令到牛市三期 cancel了或者没有上升 因为他始终未减息 未真的试过救市 少爷不会一粒药都不啪 就这样死了 我觉得我希望会醒一醒回光返照 但是会对于 未来的经济伤口的创伤 是更加更加大 我怕那种伤口是用时间去消磨 好像SARS那次三年半那么长 甚至当他被记者问到 怎样看杀母规则已经响起警号的时候 他就回答 噢 杀母规则只是统计上见到规律 而且在美国就业市场很正常 连担心你都不用担心 放心 相信9月那次如果真的减息 都不会和你的经济有问题才要吃药 我想慢慢聪明投资者都会看到现象 就是他出来派定心丸 甚至真是进一步去减息 可以充气一下 不过长时间都不能够说服到人 美国经济是完全没有事 其实经济周期一直好像一个四季变化 春天换来就夏天 夏天换来就秋天 就算你做长线的投资 或者做短线的投机 看周期的做也都事半功倍 单纯因为这样去调一下强积金 长线的基金 或者买一下指数NPF 已经可以很懒人地投资 而且连熊市其实都有投资机会 何况大家还可以透过选股 和图表分析 去做长短线比较进去配搭 去上次做到跑型的大事 如果你都有兴趣 想知道怎样准确地判断经济周期 甚至在不同周期里 再去找这些猎物去投资 再学习怎样打猎 看准时机出入市的话 可以参加我十年才无自由的课程 里面有十月堂 每堂一个小时而已 如果大家想清楚些才报名的话 有一个一小时的免费工作坊 这一小时的简介工作坊里面 已经跟大家计算到 为什么和怎样 可以做到每年稳定增长15%以上的回报 如果大家真是想中到财务自由这棵树 希望大家现在可以早早落定这种子 有兴趣的 立刻在KR Code 或者下面连结可以报名 另外上了课的同学 或者未上课都可以 今天只看试终局不够后的话 逢一战都听到我和研究部的 每一天的分析 以及我的战神日记 虚拟仓位的部署 记住可以把机会加入到新加坡 今天星期五也有一个免费的版本 大家可以去到我做库库的app 或者网站都受换到的了 看完之后 现在慢慢决定 加不加的升法都没问题 详细在KR Code 或者Description Box里面 按连结 立刻可以收看 接下来就和大家讲一下 今集的部署应该怎样做 过往的撒母规则触发了之后 其实各大资产 黄金、S&P、国债的走势 应该是怎样的呢 我就把所有东西放在一起 看前看后 就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和大家先看黄金 在过往三次撒母规则触发 之后 黄金走势都很一致的 就是上升 就算是表现比较差的2008年 黄金都会升超一成的 升多成两个月左右 才开始回落的 那我估计黄金表现这么强原因 相信大家都一起估到的了 就是想避险的 记住 如果未来投资环境 真的会挂十红风球 其实资金又不用完全这么薄 扔掉股市里面 慢慢去找其他东西拍一下 去避险 那很自然 黄金是一个首选 那黄金身为我们说了一年半的烟花五库 黄金始终真的已经创新高了 大家要玩的时候 注码真的要控制好 最近 今届又再一升 突破之前一个横行区 这个横行区 星加坡说了很久了 附了很久 画了一条Exact的线给大家 未来如果有更加多经济指标 逐步指向 未来经济会更加衰退的话 相信黄金会有继续上升机会 题外话关于黄金最近突破后 接下来的后市走势 我们今天新加坡都尝试用回图表分析 稳稳一点再做个短线部署给大家 好不好 另外股市走势方面就比较特别了 因为2020年疫情那时 美国经济是突然间超短时间陷入停顿 而杀母指标的损失 至少拿三个月失业的平均值才可以成立 所以杀母指标触发了的时候 一定进入了衰退 不过盲点就在这 股市已经跌完了 甚至因为美国的无限QE开始回升了 我们要假设它8%进入衰退 我们怕就是接下来衰退一下子 急到这样的话 不要说你大户都没有时间做任何reaction 到时就会吃到塌塌塌 但是撇除2020 2008、2001年都叫做杀母规则 响起景号的时候 股市都是在下跌的开始和中段时间的 所以如果历史重复的话 我们股市已经进入了下跌的周期 但是不要以为这个规则有景号的时候 来得太迟了 因为响起景号之后的跌幅 比支持是更大更急的 而今次虽然股市仍然未开始下跌 其实不知道 我希望联储9月派第一颗减息约 市场会创一创新高 不过我们不可以忽略 撒母规则触发之后 股市必然大跌这个情况 也大家需要假设这情况会发生 那个组合不至于太过进取 最后就是债市表现 这个当然是给我们中心的subscribers 因为外面的新手或者外面的任何人 都不是那么提烟花糊 黄金Bitcoin加上TOT 那我今天就是说TOT 那TOT是否即将in game 我要解释一下 TOT走势是比较复杂一点的 因为2020年和2008年时候 TOT的走势可以说几乎相反的 而判断TOT的声势原味的关键 其实我觉得最终是看回联储的减息速度 因为TOT是未有国债 美国的资息率是领先预判美国的息率而走的 2020年那样 联储局的减息惊客程度和速度 因为异常不道 所以市场未反应得及 资息率即刻直线插水 暴力减息 TOT走势当时是急升 然后急跌的 但如果联储局好像2008年那样 好像我们一落楼梯一级一级一级慢慢减息 你又知道我做什么 我又很清楚说什么 TOT走势就升得久一点 当中原因就是TOT的走势是跟知识率去行的 不是跟联储局的基准利率去行的 如果这么简单就很好玩 减息那一刻就买国债 不是这样搞的 所以另外的问题大家要记得 如果大家买国债 真是借过桥而已 现在炒一年内 美国会减息七次 这个已经完全反映在知识率身上了 那即是如果未来要这些国债的价格 继续推上的话 未来一年要减多过七次息 可能去到九至十次 TOT就慢慢再累积到上升空间 那今次要我估的话 是似2020年的急速减息 还是似20年8年的慢慢减息呢 以我估的话 因为现在价钱真的迟了差不多一年 而且以我们爆耶的性格 不是一次 是三次迟了的话 你不会慢慢减息 一定是急急地减的 主观分析历 主观分析历 大家可以在这里退休的 拿着头监戴着 过去几个星期 我已经跟大家提前预估过 根据我系统分析和指标 是数学来的 不是我自己猛股的 美国经济已经进入衰退了 今次杀母规则的触法 其实只是更加支持我教学员那套的预测 未来如果继续慢慢恶化下去 都只会一路一路更加多的数据指标 自向衰退而已 第二美国股市不会因为这样而急速快了见顶 不过持减息 持构市 是会影响到 未来衰退的威力 因为未来会更加多人破产 更加多人没工作 到时更加难救 其实这么说 看回每一次杀母规则 其实联储屋都是已经开始减息救市行动一段时间的 无论2020年 2007年 甚至早一点的2001年 1990年 都是这样 每次都是这样的 那客观点说 今次联储屋现在这一刻都没减息 你说是迟还是不是迟呢 既然联储屋还是无动于衷 后果是怎样 大家都知道 那最后我衷心的建议 我自己会这样做 即使现在看到表面上股市又再涨了 市场气氛又高一点 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继续按部署去做 某一部分的资金就继续放在游乐场 游乐场还没关门 那个资金可以继续玩尽它 不过越玩得久 游乐场的资金就应该越放得少 去缺陷回来会见到的风险 就好像早几个星期前 我在马来西亚CGG和大家分享过 现在条河的上游一些领先指标 其实转差了 整体领先指标的平均值 是负数的倒退 没有可能中游或者下游的行业 是能够正数的上升 注意今集内容 记得给个like 和share给身边的朋友 没按订阅 记得按订阅 和按钟仔 有任何影片 但包括了 都不会错过它们 记住想认真学习投资的话 看回我十年财务自由的 一小时免费工作坊 今天CGG不够猴的 稍等升级版会员后续 跟大家再分享今天的市 投资不是大学的专利 下次见大家 拜拜 之前在节目都不停地提醒大家 一旦炒加息见顶 已经很明确牛市将会 继续牛市三期 即我们所说的股市烟花 即股市爆发得最灿烂 但是是一个牛市尾声的尾声 因为美国一定会炒减息 我们烟花玩到什么时候 就一定要看日元 到某个专强信号出现 在这个信号出现之前 市场会变得特别hyper 例如市场不断有新的道理 新的哲学去支持不可理喻的估值 一些memes股 小股热潮又会再度被翻起 现在我们做事就跟回课程 去看看现在是否牛市三期的尾声 如果是的话 现在应该将 拖仔笔记里面 叫大家一早买入的科网股 非必需消费板块 慢慢转到另一个跑输紧的板块 去迎接最后的牛市三期现化 另外牛市三期转红一 也不一定输钱 有不同资产去继续获利 最重要是下次的红三转回牛一的时候 一定要再把握经济讯号 由头和笔记的程序 去买回对的板块 好像今次科网股再度跑完的时 其实投资不一定听消息 大家亦都需要用分析去投资 加上部署 如果大家真的想认真掌握这个赢面的话 我有个十年财务之后 一小时免费简介工作坊 里面结合了过去的经验 给大家一个十年的投资蓝图 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这个投资系统的话 不妨在描述栏连结 或者这些KR Code scan一下它 立即播名这个免费workshop 想知道Q3选股组合应该如何选择? 快点参加我们 师傅和你探索Q3股票组合 这份由我研究部精心为你准备的选股指南 里面透过不同勉强的分析 帮助你了解做出名字的选股组合 只要你数一下以上KR Code 或者易行杰 填写简单资料 就可以即时免费下载的了 别错过 立即补处吧 想紧贴大使走势? 立即就下载我们我要做附庸应用程式 黏着我们这班我要做附庸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